千年当一回 雪草飞了好啊 千年苦相思 为你呀你是谁 啊呀看看你 心中都是相思泪 千为真 三为梦也 倒树也做的梅也 我怎么会怎么会 跟着你唱千年当一回 千年等一回 雪早飞了 千年等一回 千年等一回 我告诉你 我的心在千年前早就给别人 那人是谁 在哪里 我就不信 我赢不了他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了 一定是白天一诊的一个小大夫 你别瞎猜了 他转世之后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下落 反正我权你是取定的 如果让我先一步找到你寻觅的那个人 我一定会把他除掉 我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哼 哼 师兄 这些妙法 专一疑难杂症 求求你 救救我儿子 这仙姑可是我爹花了大价钱 远从南海请过来 岂容你这无知村妇来捣乱 我 金大少爷 原来又是金家在搞过 这生病怎能不看大夫 这可怎么办 求助神机有何用 师兄 你别多管闲事 金大少爷 金少爷请把人留下 这个 正所谓天下父母心 那妇人只想救儿子 于情于理 没理由拒绝 此药签你先拿去吧 多谢仙姑 多谢 大婶 你听我一句 这孩子有病 是要找大夫医治的 你这样求助神机 又有什么用呢 我来帮您看看孩子吧 你不懂 不麻烦你了 大婶 你 又是你这个穷小子 你能不能别管我们金家的事啊 当心给你弃尸荒野 没人替你收尸 是 你们金家为了赚钱 竟然做出这种缺德事 师兄 别再跟他们吵了 你不是要上无山采药吗 师父还等着你的药呢 这小牛肉长得还真标致啊 喂 再一点好不好 金大少 老爷还在府上等着呢 要是误了时辰 你可要负责任 是 许仙我告诉你啊 这姑娘我看上是她的福气 今天我先饶了你 以后你绝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起转 师兄 刚刚谢谢你 事后不早了 师妹你还是先回铺子吧 我还要去无山采药呢 天气这么热 你自己小心一点 师妹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别这么说了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师兄 早点回来吃饭 这位姑娘是谁 为什么与许大夫如此亲密 莫非 她已经心有所属了 白素贞啊白素贞 你还不确定 这位许大夫就是穷丧 为何会如此心痛呢 看来 我会给你 你还不确定 那我们不确定 我会试试 你再说 你再说 你不愈 我会试试 你再说 那一句话 你不愈 我会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救命啊 怎么回事 我的胸口怎么有 我们一起要的腾腾起来 你要干什么 那么许大夫 他就是三哥哥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干什么 快让开 我去救人 她是你的心上人吗 不是吧 我的好娘子 你的心上人在这儿呢 这怎么回事 等我们第二次斗法结束 先看输赢 再去救也不迟 你真是不可理 这一子不算 你怎么可以把我 学到风中害我不能动 一个时辰之后 学到自然护责 告辞 许大夫 许大夫 每次见到许大夫 我的胸口 怎么会这么难受呢 这就就是怎么一回事 是蛇毒 这可是剧毒 要不把血吸出来 许大夫就有生命危险了 我寻寻命一千年的心灵片 三哥哥 这是我生下来就有的胎记 一共有五片 一片送给你 一定要保存好了 因为这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你见到了它 就像见到了我 愿你我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愿你我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难道我上次在镇上突然心痛 也和这心灵片有关系 难道 三哥哥 他就是三哥哥 三哥哥 你就是三哥哥 三哥哥 三哥哥 我是真儿 我是真儿啊 你醒醒啊 三哥哥 三哥哥 师父 师父 朱雀带走的人 难道就是姐姐吗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怎么这么厉害 竟然把我娘子带走 不行 不能让我娘子出事 这不是徐大夫吗 徐大夫 徐大夫 马金拉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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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马尔 你跑得这么快 小心撞他 大伯 怎么回事 师父 抱歉啊 徐大夫伤势太重 我怕迟了就不好了 这位施主他怎么了 中了剑毒 怎么嘴上沾了妖气 师父 您怎么来了 我奉了观音大事之命 前来带你回天庭 师父 我不想回天庭 你明明知道树神穷丧 喝了忘情水 早已经忘记了千年前的事 你为什么还不醒悟 她可以忘记 可是我忘不了 你一旦接近树神 这世的树神定会有生命危险 而你也不会有好的结局 刚才的情景不就印证了这一切吗 郑儿 你不可以再害人害己了 原本许仙可以平平安安地过一生 如今因为你的下凡 她的命运已经开始受到了影响 刺客若能及时回头 你还来得及 珍儿 我心意已决 回头太难 果然是姐姐 千年修行不易 情字乃是无形枷锁 先前你为了舅父 已经犯下天规 如今何苦再为了穷丧重蹈覆辙 把千年的修行毁于一旦 师父 我虽潜心修炼千年 但在脑海中 总是浮现出 我与穷丧哥哥昔日相恋的情景 挥之不去 每每想起 心头便是一阵巨痛 您可知 这千年修行 仿若是千年煎熬 如果此生宿命已定 我更加要怀千年前 我亲穷丧的那份感情 师父眼见你 又一次将陷入泥潮 朕担心 你无法自拔 师父 我已苦等了千年 千年的等待 只求能换的这一世 和穷丧数十年的相恋 人海茫茫 我原先十分担心找不到她 好不容易在心灵片的牵引下 有所感应 找到了这世的树神许仙 我绝不愿再与她失之交臂 恳请师父 成全我们这上千年的相爱 并转告观音大事 请她谅解 夙愿完成之后 必会向观音大事自行请罪 甘愿受罚 如有不从 当死于雷霆之下 藏于 山峰之间 郑儿 你这又是何苦 何必一厢情愿 自找苦吃 但是我相信 两情相遇 两心相惜 便是亘古不变 就算她完全不及得前世的我 我也要让她重新认识今世的我 无论如何 我都愿留在这一世 陪伴在她身旁 万世间情为何故 你既然如此坚决 我想我也无法劝你返回仙境 好吧 我答应你 蓁儿叩谢师父成全 起来 师父回天庭去了 你自己多保重 师父也保重 蓁儿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父王他还好吗 好一句死于雷霆之下 葬于山峰之间 听了 真让人感动 你的千年沉醉 在思念穷僧之中度过 而我呢 却在空虚中度过 蓁儿 你这是干什么 先把我们的旧账碎一碎 出门采药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回来就成这样了 这到底是招惹着谁了呀 韩文 大姐 药筑好了 快点 走啊 走啊 快走啊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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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快去 快去 救我 你 呸 你臭婆娘 我早就不想要你了 随便上 多看几刀 你真没良心的 你居然这样对我 你刚才竟然说出这么没有人性的话 怎么样 你想造反啊 别别别 我刚才是为了 为了到盗贼分析说了反话 好 但愿如此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呢 你说 这伙贼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我怀疑是和师兄状告金百万药铺卖假药一案有关 我早就告诉过他不要去招惹那些大药铺 自招杀鸡 没事吧 也给你师父添麻烦 不会不会 大姐 您放心 我爹是很支持师兄的做法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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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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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蓝 绫儿 绫儿 诸侠竟是能吸取仙人修行道行宝物的 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 只要再过一个时辰 等到你的千年道行被诸侠竟熄光后 就会现出原形 那时我一定把你煮成舌汤 喝得肚子里异己心头之恨 大胆妖女 本公子来救张儿了 看我怎么烧死你 先来 乱咬 福 aut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各方妖艺 胆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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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命运的安排 让我对穷丧的思念日益强烈 我为了解相思之苦 唯有下凡去寻她 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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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修炼了一千年 为什么还看不破秦官呢 为什么 你还要再次来到凡间 保守着情爱之罪 震儿 震儿 大师 如果你是我 你真的能看破秦官吗 震儿 震儿 大师 震儿 震儿 大师 震儿 我 Her name is 我已经等待了千年 受尽了千年的相似之苦 有道时 情爱本无罪 情爱难自尽 为何仙剑 还要百般阻拦 我跟穷丧哥哥的情缘呢 发海大师 请你告诉我 这有何道理 阿弥陀佛 有道时 爱如一句之火 万火已知 其火无故 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 爱要有一种超越陈怂 和同情悲悯之心 你可明白 看来你已不是玄武师叔 千年的修行 让你对情爱有了不同的见解 我若已经看淡 为何还要偿还和正儿的千年情债 惭愧 你这只小蛇妖 贫僧 今日就用这金箔佛法将你收起 度善重生 让你再害不得人 佛法无边 阿弥陀佛 请大师手下留情 念在青儿是为了救我而受伤 其他年纪尚轻 从未做过什么坏事 请大师饶了他吧 善 好吧 那你就将这小妖收起 好好管教 让他日后不得作恶 正儿明白 谢谢大师 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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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为缘 诸般起 愿诸四众 皆欢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轻儿 嗨 轻儿 轻儿 来 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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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这是在哪儿 我没有死啊 什么死不死的 你说什么呢 你就是睡了一天一夜 哦 我记得当初 好像有人要杀我 突然中了一箭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师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应该没什么事了 对了 是谁把我救出来的 醒了 是邻村的老伯 把你送回来的 是灵儿啊 在一不解代地照顾你呢 谢谢你了 汉文啊 你就听姐姐的劝 不要再跟那个什么 金百万斗了 今天你命大获救了 明天你万一 要是有个什么 三长两短的 你说 我怎么跟死去的父母 交代一样 听见没 姐 我才不怕得罪她 这个金百万真够凶残的 她为了阻止我告她 竟派杀手 想把我置于死地 这次 我不但要告她卖假药 囤积贵重药材 我还要告她救缩杀人 对 你 告诉她 告诉她 你就别跟她起哄了 你最关键的是要保护汉文的安全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一堂堂衙门捕头 这点能耐都没有 你别吹牛了 你有多大能耐 我还不知道啊 对 没问题 许贤可是咱们的证人呢 我派几个高手 来保护我们的重要证人 你一个小小的捕头 哪有什么高手可派啊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干嘛呀这是 怎么老跟我唱反调 都没有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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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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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永世不渝 这样 姐姐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你怎么害了我呢 在吴山时 都是我阻止你救许仙 害你们是去相认的机会 相认一时 得从长记忆 因为许仙喝下了忘情水 她忘记了前世 也忘了我 我不想试用法术 让她爱上我 我相信只要有机会 再和她相遇 我也能让姬氏的许仙 爱上姬氏的我 不过 我要以人间自然的方式 再续这千年情缘 有骨气 我一定会想办法 做成你和许仙 再续前缘 好啊 不过庆啊 我只是想求你 别再擅自做主 弄施法术 破坏我的事就行了 知道了 请我遵命 那天我中了毒箭 多亏您救我一命 还大老远地 把我送回家 今天呢 我和我姐夫来 是特意向您道谢的 好 那天我刚好路过 一点小事 不用在意 老婆 这是一点小意思 请您收下吧 不不不 施药救你的另有其人 不是我 我不能收你这么大的礼 老婆 那施药的人是谁啊 你得告诉我们 我们好去答谢人家 是 我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啊 我没帮上忙 我不能收这礼 这就奇怪了 这救命恩人 到底是谁啊 这只能说啊 好人自有好报 姐姐 希望你今天 能如愿遇到许仙 但愿吧 姐姐你看 谁来 是她 大师 多谢上司不杀之恩 无须多礼 大师 你也住杭州城里吗 贫僧奉方丈之名 在这一带画园 站在各寺庙借宿 并无固定落脚之处 珍儿 可否借一步说话 珍儿 你千年修行来之不易 为什么 不继续修行 岂可带着蛇妖在身边 自会修为 发海大师 清儿已经改邪归账 此趟 人间修行 我将带着清儿 祭世救人 请发海大师放心 我们不会滥用法术 更不会残害人间 既如此贫僧就放心了 你我就此别过 阿弥陀佛 我早就看出来他对你的心思 什么心思啊 他明明就六根未尽 还算什么出嫁人 清儿 不许无礼 再说了 他对你啊 有不杀之恩呢 是 姐姐 清儿 以后跟在我身边 千万别再成口舌之快 招惹是非 胡乱声势了 清儿明白 谨遵姐姐教诲 这还差不多 好 哈文 瞧你心不在焉的样子 既然现在也找不到人 我先回大衙门 你啊 自己先回去 好吧 姐姐 你看前面那是谁 是许大夫 在那里 我究竟是三个小姐 我许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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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的 anomaly 要点到 来 你 你 我许大夫 你 别 我许大夫 我许大夫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